工作中央 摆放一尊大大的弥勒佛 左右兩邊分別是 觀世音菩薩以及濟公活佛 這裡是一關道的總道場 一進門就可以看到 大廳十分寬廣氣派 地上有許多白色拜殿 整齊擺放 我拜給你看 因為你好奇 像我就是這樣子 走一櫃這樣子 明明上帝我客手 以後再走上一櫃 揭開一關道的道場面紗 自稱道場經理示範櫃拜方式 實際詢問他 知不知道有國小孩 被牆拉去聽課 他坦言確實有這樣的狀況 最好是從小都是一直接近 不用急 沒有關係 他只是得得到 他不一定要知道 總道場人員宣稱 越小接觸越好 但真的是這樣嗎 實際跟著孩童 回到當天的家庭道場 隱身在一排透天措內 與一般民宅無異 沒有任何招牌 誰都沒有想到這裡是佛堂 甚至連附近鄰居 都覺得怪怪的 我沒有想知道 我也都不跟他們吵 你不知道 活出來看 他這裡來上課的會守 都帶來都外的 沒有 怎麼來上課也沒有 詢問家庭佛堂堂主 為何要鎖定小朋友 還直接在路口攔截 造成孩童陰影 他們這樣說 傳道竟然在十字路口 搶拉孩童 前往陌生場所 事後還出言威脅 不可外傳 家長嚇到報警 警方及相關單位 也表明會處理 那當然不恰當啊 你要去做一個強制約束的話 我們就依照其他相關的法規 以請有權責的機關 來做出 哪家小孩放學 被陌生人拉去佛堂 任誰都心裡怕怕 就怕宗教背後的不明用意 記得公寓的詹景辰 台中彩報報導